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影片希望长话短说 希望用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给大家了解到 刚刚在韩国发生了一件酒家的事件 话说就是11月6日 有一个在韩国读博士的台湾女孩 其实今年是28岁 然后她回家途中就被一个酒家人士 用高速撞上当场不治 然后得知这个事件的父母马上来韩国 然后他们发现在韩国对于酒家致死的刑责 是比台湾轻的 所以他们就在青亚台的网站到联署 希望韩国可以更加重视 修改法例严不停酒家 根据韩国国土部交通部的统计 2019年就有295个人在酒家里不幸上升 2017年和2018年分别有439人和346人 几乎每一天都有至少一个人 是因为酒家而上失了他们的生命 但是事实上 其实韩国刚刚在去年他们才修改了法例 加重了酒家的相关刑罚 加重为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酒家至上就提高为一年以上 15年以下的徒刑 1000万瓦以上 3000万瓦以下的罚款 在前年修改法例的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现役军人 是休假的时候 又是被酒家的人 撞到丧失生命 所以 他的家属和朋友 就是去推动这个修法 而这个法就叫做 尹窗好法 详细的内容我就不多说了 我自己其实都很重视这件事 因为 我身边都有朋友 是有经历过这些事件 所以最后想跟大家说 就是希望大家 都可以一起联署 因为我现在目前看到 有19万的人 是参与了联署 但是要超过20万 清下台才会受理的 所以在这里 都呼吁大家 都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联署 联署的方法 非常之简单 联署的网址 这次为大家准备好了 大家首先拉到蓝色的位置 按一下 再按下我们的Facebook 然后看到有统姻尼达 再按多次蓝色 就可以了 因为酒隔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 也不希望以后 再有这么多酒隔的发生 所以 希望大家一起 都可以参与这个联署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看完这段影片的话 大家就立刻去联署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多谢大家收看 Bye